有的時候你看 其實很多像 很多人其實唱歌 都是沒有得冠軍的 齊露玲妳沒有參加比賽 我有 我是高中有參加民歌 民歌的歌唱比賽 那時候我才知道 自己好像可以唱歌 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 我是主修聲樂副修鋼琴 所以以前有一個老師 他就一直流行音樂科的老師 他會帶我去唱很多歌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有在一個比賽 可是我 妳有得冠 不好意思 對 她很怕傷害她當小孩那樣 我不是有得冠 但是不是因為那個東西 不是因為那個得冠出片 我真正出片的原因是 因為我在民歌餐廳唱歌 他還是在民歌餐廳 對 民歌餐廳 所以妳其實沒有正式唱歌的 就是像他有在民歌餐廳 就像練唱一樣 對 妳只是在家裡嗎 我平常練習就是在家裡練習 然後那時候很瘋狂就會 在家裡把它當作 好像是演唱會的那個場地 對 就會這樣想像這樣子 然後在家裡每天都練習唱歌 但我也有在那個餐廳 也有駐唱過 也有駐唱過 對 我那時候 妳那麼小人家會不會覺得 是同工喔 這樣 沒有 最還好是因為我要唱 我那時候是 在餐廳裡面我要唱老歌 是幾歲 我差不多 16 17歲左右的時候 唱老歌 對 不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 她唱英文老歌 英文老歌 因為他們就會 在餐廳裡面就 平常的時候大家就會 圍著一起就會跳舞 跳那個 妳都唱哪些 我唱Tennessee Waltz 這是滿老的歌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對 那時候就學了一些老歌 對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其實並不是像人家想的時候 我是一個好聲音 我就可以出片 這當中其實還打擊滿大的對不對 對 還是有跟以前一樣的想法 這是我的夢想 我就朝我的夢想前進 那中間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刻 或者是 有時候可能唱到最後 就像比賽參加了二三十場好了 每一次都沒有成績 我也沒有放棄 我只是覺得說 沒關係 人生經驗 那我們就繼續 繼續的參加 那一直到最後 一定總有一天一定會成功的 我就是一直抱著這樣的心態去想 滿堅強的 滿有義理 我覺得很摩羯 很摩羯 對啊 摩羯 對 可是在這個當中 她第一次其實是演戲耶 是 對不對 進入這個一圈 愛莎嗎 我第一次演戲的時候 是那個籃球 籃球隊的經歷 MVB MVB情人 跟言行書 你想那麼高的人跟她 她會不會這樣子 就這樣子把妳拎起來了 會 因為那時候我很小一隻 然後我每次看她們都是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辛苦 我每天看她們都是這樣子 但是妳那個時候去試鏡的時候 妳有沒有想到 她就用妳做女主角 從來沒有想過 我以前記得剛進入 就是剛簽唱片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只是一心的就是 我要當歌手 我要出片 對不對 從來沒有想過什麼是演戲 然後就對啊 大家在 我們會看節目 會有電影 會有電視 可是妳不知道什麼是演戲 那時候對演戲是完全不懂的 只是說 剛好有一次這樣的機會 就是她們在找一個新的臉孔 那就希望是可以找到像一個 那正好囉 妳就是囉 大眼睛 眼睛大大 對 就剛好被看到了 被製作人看到 妳是穿著什麼衣服看起來像卡 漫畫中的女孩 我不記得我有穿得很特別 我不記得我有穿得很特別 但是就是那時候她就覺得說 我的長相感覺好像不是就是 就好像感覺是 從漫畫裡面出來的女孩子 所以她就覺得 對 因為個子小小 然後大大眼睛 這個不是從漫畫 對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 Sally電台那個偶像曲 就啟用她當女主角 我有看過艾莎時期 艾莎已經是她很後期了 後期了 我覺得她是會演戲的 她第一個是MVP的情 第二個是很有名的海豚腕 海豚腕腕 對 也因為那個所以妳就唱剛剛那首 對不對 對 那時候其實電視台也對我很好 是因為 因為第一次我在演戲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去試鏡的時候 他們問我說 妳會做什麼 妳有一定有一些譬如說才藝 或是其他的東西 我就說馬上想說 然後他們就 好吧 那妳來唱唱看囉 然後我就好 然後 然後 還好換的… 換了一首英文歌這樣子 然後我唱完之後他們就這樣 他們就很捧場這樣 我就很開心… 就覺得說 那一剎那讓我自己覺得 接近我自己的夢想比較靠近 靠近一點 對 然後後來就 因為這樣子之後 他們就跟我說 我們要讓妳當女主角 我就蛤 我是要唱歌 所以人生也是很奇妙 就是說妳很想唱歌 但是這條路不是直直的走 就是要拐彎… 還是帶女主角 那個時候其實到台北來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 妳得到冠軍了 所以妳覺得應該到台灣來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就那個比賽很大 就是中廣流行之星的比賽 所以那時候台灣其實是最後一戰 那所有其他在海外的一些比賽 譬如說LA的或是溫哥華的 我們其實都是會代表自己的地方 然後到台灣 對 台北再來比一次 所以那個是總決賽 對 所以總決賽妳拿到冠軍 沒有 但我有進入最後的十強 那冠軍是誰 後來就沒有追蹤 這也不重要了 所以歌唱比賽不一定要得冠軍 對不對 有的時候妳看 其實很多像 很多人其實唱歌都是沒有得冠軍的 秀琳妳沒有參加比賽對不對 我有 妳也有 我是高中有參加民歌唱 民歌的歌唱比賽 那時候我才知道 自己好像可以唱歌 應該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 我是主修聲樂副秀鋼琴嘛 所以以前有一個老師 他就會一直是流行音樂科的老師 他會帶我去唱很多歌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有在一個比賽 可是我 妳有得冥 不好意思 對 好像很怕傷害到當小孩這樣 我有得冥 但是不是因為那個東西 不是因為那個得冥出片 我真正出片的原因是 因為我在民歌餐廳唱歌 他還是在民歌餐廳 對 民歌餐廳 所以妳其實沒有正式唱歌的 就是像他有在民歌唱歌 就像練唱一樣 對 妳只是在家裡嗎 我平常練習就是在家裡練習 然後那時候很瘋狂就會 在家裡 把它當作好像是演唱會的那個場地 對 就會這樣想像這樣子 那樣子的